大家好,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成功签署了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一体化法令 卢卡申科在白俄罗斯最高国务院的线上会议上表示 他已经看到普京签署了,紧接着卢卡申科也成功的签署了这个法令 这个法令实际上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非常重要 该法令批准了9月份批准的所有28个工作计划 以及执行该条约中创建的2021到2023年的条款的主要的执行方向 那这一体化的法令的签署有一笔两国居民 根据普京的形容,两国居民迈出一体化的第一步 那现在来看,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一体化 实际上是俄罗斯重回西方,重回欧洲的第一步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法令 这个法案实际上从整个的战区,军事上讲 战区的编组将一体化编组 而不是由原来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单独编组 首先在战区部队的编组上将进行互相之间的配合 混编 另外在经济上包括货币体系的整合 包括征收间接税一般原则的制定 还有打击恐怖主义 包括政府采购,政府订单相互获取为限决条件 等等的规定 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也趋于统一 两国将整合支付体系并协调货币政策 最后的重要一点是形成油气联合的市场 那白俄罗斯将和俄罗斯形成油气联合 这样的话俄罗斯通过白俄罗斯可以牢牢控制住东欧国家 这个条输油管线,输气管线 那将取代乌克兰 乌克兰呢,他现在呢 特别乌东地区和俄罗斯在对涅斯克大大出手 所以呢,白俄罗斯这个方向的稳定 对俄罗斯非常重要 那我说一下 其实呢,普京一直是有欧洲情怀的 欧洲情节 普京这个人呢,他生在圣彼得堡 实际他对欧洲是非常向往的 就我了解,普京这个人呢 一直想向彼得大帝呀 和欧洲呢,进行统一 实际上是一个亲欧派 特别他和德国和法国的关系能看出来 那么普京呢,现在呢 正在学习当年的沙俄 向欧洲方向 向欧洲方向延伸自己的势力 那第一步呢,就是吞并白俄罗斯 苏联解体以后呢 俄罗斯实际上呢 他的领土啊,由这个苏联的时期 东欧地区归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 一下收缩到白俄罗斯 领土范围以外了 那所以他失去了大量的这个地缘政治空间 他远离欧洲 所以呢,根据俄罗斯啊 根据普京自己的说法 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实际上是远离着欧洲 我们现在要回到欧洲 那怎么样,要贴近欧洲 贴近欧洲首先呢 就要争夺整个东欧市 东欧地区 现在东欧你可以看到 东欧这些国家为什么这么积极的把台湾问题打出来 就是在给美国看 因为中国离这东欧国家很远 我宁肯得罪你中国 我也不能得罪美国 为什么不能得罪美国 我得让美国保护我 因为这些中东欧国家看到了俄斯 要亲近欧洲 怎么亲近你 吞并你吗 我要变成欧洲国家 就像当年拿破仑 击败拿破仑 当年这个莫斯科战役以后 对吧 沙俄 欧洲的宪兵击败拿破仑以后 席卷整个欧洲 甚至维也纳当时都说俄语 对吧 维也纳有一些 特别是普鲁士那些军服 实际上都是当年的 俄国沙皇制服改装的 所以你看后来二战时期 一战时期那些军装 都是俄国传统 那时候俄国可以叫欧洲宪兵 那个俄国绝对主导着 整个欧洲的政治 地缘政治 普京现在就想恢复到那个时代 那就首先第一步先亲近欧洲 那让中东欧国家非常紧张 中东欧国家发现自己这个国家很小 像立陶宛这些国家也是 为什么这么亲近台湾 目的就是让美国来救自己 得罪中国 我也让美国来救我 因为发现自己大难临头了 那么包括像乌克兰这个国家 未来一定会发生战争的 而俄罗斯就我了解 俄罗斯一定会拿下乌克兰的 绝对不让乌克兰再继续存在的 美国和俄罗斯会瓜分乌克兰 现在很可能沿着地涅波河 西乌克兰可能让它独立 东部地区会成立几个加盟共和国 逐渐逐渐的像克里米亚一样 加入俄罗斯 白俄罗斯 这个卢卡申科实际上去年被 普京教训了一下 他之前是想远离俄罗斯 和乌克兰一样远离俄罗斯 远离普京 后来发现美国在准备暗杀 卢卡申科换人 然后普京把这个事情给捅破了 卢卡申科知道以后非常气愤 跟美国 就不相信西方 另外再加上立陶宛这些国家 也在搞白俄罗斯颜色革命 这么一比较 还是跟俄罗斯合并 对卢卡申科 对白俄罗斯利益最大化 所以你看卢卡申科绝对被普京 已经调教的 只能投靠了 投靠俄罗斯了 另外倒向西方 俄罗斯普京 刀在后面 这个很好选择 投靠西方自己可能卢卡申科 这个政权不保 另外到西方可能人人喊打 没人保护自己 普京也绝对不会保护他 声明安全都受到威胁 你看看去年这个白俄罗斯 那个抗议 直接暗杀卢卡申科 只能投靠普京 他投靠西方以后 普京对他的态度也可能变化 可能普京也会做到 所以白俄罗斯这个事 我觉得和俄罗斯合并 只是时间问题 你就这个事 你可以看俄罗斯现在回到欧洲以后 对整个欧洲的影响 未来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的影响 甚至未来欧洲百年的影响 我说 苏联解体以后 整个欧洲的局势 真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来看 俄罗斯 苏联解体以后 正式地返回到欧洲 这一步 跟白俄罗斯合并 你再往长远来看 三十年 四十年以后 对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 影响是巨大的 就像当年 这个击败拿破仑以后 俄罗斯控制了整个欧洲 变成欧洲宪兵一样 未来的欧洲 要俄罗斯 共同参与塑造了 俄罗斯将不再是一个 边缘化的国家 而是一个正经的欧洲国家了 我觉得现在可以说 俄罗斯可以说是个欧洲国家 虽然欧洲人不同意 但是我觉得 你按照普京大帝的想法 俄罗斯一定要参与到欧洲 那未来的欧洲 我觉得 首先是动荡 欧元我首先不看好了 欧元我不看好 甚至我觉得欧元最后会消失 会重新回到各国主体货币 重新恢复使用的状态 欧盟 我觉得现在普京还会支持欧盟 但是长久的 未来 俄罗斯回到欧洲以后 一定要击败欧盟 打掉欧盟 分解欧盟 撕裂欧盟 然后重新的 让欧洲一些国家 加入俄罗斯 重新加入俄罗斯 这样的话 俄罗斯在欧洲 事业将做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这一刻开始 欧洲未来的历史将改写 就说这些吧 我觉得 这是欧洲的宿命 俄国呢 每次你可以看到 像一个车轮一样 不断的碾压着东欧 俄罗斯崛起 它就首先碾压欧洲 变成欧洲的宪兵 特别碾压什么 波兰乌克兰 立陶宛这些国家 俄罗斯每次衰落 每次衰落又退回去 一战以后呢 不也是退回去了吗 像乌克兰 白俄罗斯短暂的独立 当时苏联红军 势力还很弱 那个时候 整个一战以后 到二战之前 实际上呢 欧洲地区还是 各种小国独立状态 但苏联一强大 斯大林 对吧 马上吞并了整个东欧 特别二战以后 整个欧洲 东欧地区全被苏联控制 70年以后 1991年 苏联一解体 俄罗斯又退回到了摩斯克 整个地区又独立了 20年到30年 那么现在来看呢 这个车轮又撵回来了 俄罗斯又回来了 这是欧洲的宿命啊 也是这个东欧的宿命啊 不断被俄罗斯来回来的碾压 你可以看啊 30年 40年 50年 甚至70年 像钟摆一样循环 我今天把这个事给你讲透啊 因为我在俄罗斯待过啊 我对俄罗斯是有感情的 你了解透了俄罗斯和东欧这些关系 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现在东欧国家这么紧张 我觉得中国呢 通过这件事情啊 中国和欧洲的关系 中国和俄罗斯关系会发生巨变啊 我以后再逐渐的给大家讲啊 这件事情啊 不是小事情啊 大家一定要多关心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是中国重要的